大家好,我是费老师 今天我们继续来介绍 在最后一章当中 儿科急救部分 第四节 急性颅内高压综合征 应该说颅高压这是一种急症 当然它可以是一种疾病的其中一个表现 那它的背后的病因 有可能是感染引起来的 有可能是外伤引起来的 也有可能是一些像中毒啊 或者是先天性的脑基水啊 各种各样原因引起来的 所以其实颅内高压也是一种表现 它表现成颅高压 那么这种情况下 尤其是颅压迅速增高的时候 孩子是可以出现猝死现象 那我们说脑水肿是发生颅高压 最为主要的原因 这也是我们考试当中其中一个重点部分 那么就是颅内高压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脑水肿 那什么情况下会引起脑水肿呢 那我们又要想一想 比如说咱们说到的感染 在感染的时候 比如说在缺血中毒 缺氧中毒和电解质紊乱 咱们举个例子 咱们之前讲到过内分泌系统的疾病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在内分泌系统的疾病的时候 我们讲到一个疾病叫做DKA 也就是糖尿病的同症酸中毒 糖尿病的同症酸中毒的发病本身 其实并没有脑水肿的现象 反而是在我们救治的过程当中 我们给它输液 我们给它输甲离子 我们给它用胰岛素来降血糖 如果血糖下降的速度过快 就会由于电解质紊乱 而出现了脑水肿的现象 所以我们的知识点 有时候要彼此连接起来 但无论如何从病因来看 请大家牢记 脑水肿是引起急性颅高压的 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 临床表现 我把大概的临床表现总写在这里了 但是我每一条都没有展开去讲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在考试当中 这部分的临床表现判断 对于大家来说难度不大 所以我不需要把每一条都列在上面 大家只要跟着我们这个过程想一想 因为造成颅高压的原因 尽管是脑水肿 那么我们想颅高压的表现形式是什么样子 颅内容物的肿胀 炎症的刺激 牵拉 都会造成这个孩子出现头痛的现象 当然越大的孩子就越为敏感 年龄越小的婴儿 由于他的戏门还没有闭合 所以头痛的现象可能会不太典型 但由于有牵扎 由于有牵拉的现象 我们有内容物的顶着 有内容物的增大 那我们就想 他其实一定会有很明显的头痛现象 那由于头痛现象 由于颅内的压力过高 会带来一个叫做喷射性的呕吐 这个也是很典型的一个表现 如果告诉你这个人有喷射性的呕吐 基本上摆上钉钉了 就是急性颅高压了 那么如果这个颅内压的身高现象 影响了我们说脑干的网状结构 脑内的网状结构负责的是我们的觉醒控制 影响了这一部分就会造成意识的障碍 同时它会让血管的压力增高 收缩压甚至能够增高20毫米拱柱 所以它会造成一个血压升高的现象 同时在颅内高压的时候 这个病人会有抽搐现象 会有惊觉的发作 在这里面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惊觉 我自己觉得考试的几率不太高 但是请大家了解一下 如果它是以上肢的内旋下肢的伸直为代表的 我们叫去大脑强质 如果它是以上肢的区区为代表 甚至可以出现双手交叉的现象 那这个叫做去皮层强质 请大家把这两个有点印象 书上面有完整的描述 什么叫去大脑 什么叫去皮层 但是简单来说 你只要看到双手是伸直的 腿也是伸直的 这是去大脑 有一个是区区的了 只要有上肢的区区 这个就叫做去皮层 所以这里面我们说到了激张力的一些改变 同时我们看头部的体径 孩子的细门会出现一个蓬龙现象 甚至会出现一个增大的现象 那皮肤也好 细门本身也好 它会表现为一个细门的一个紧张状态 同时叫破壶阴阳性 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提示信息 那由于一个颅高压会影响脑干的呼吸中枢 它可能会表现为呼吸节律不整 有碳基氧呼吸 有喘息氧呼吸 或者是呼吸各种类型的呼吸障碍 所以它是以中枢性的呼吸障碍 它是影响了大脑中枢 同时大脑当中还有调节体温的中枢 所以颅高压升高以后 那它的循环障碍和体温调节功能都会下降 那再比如它还会有一些眼部的改变 甚至出现脑膳 所以我们从临床表现来看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部分难度不太高 比如说在脑膜炎 在脑炎的情况下 头痛 喷射性的呕吐 颅高压的现象 破壶症之类 而这种像一个先天性的脑积水 这个叫落日症了 那这些呢 都有颅内压升高的表现 在这里 我们还要特殊提出来 一个叫做Cushing三连症 这个部分是可以考一个 我们说第二部分或者是第一部分的题目 就是问你Cushing三连症指代的是什么意思 意识障碍 瞳孔扩大 血压增高 伴有缓卖 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可讲的 我就是希望大家给它背下来就好了 这个部分是希望大家能背下来的 意识 瞳孔 血压的增高 斑脉缓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在颅内压升高的时候 我们非常关注眼睛的变化 我们要不停的去照眼睛 瞳孔的不等大 那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瞳孔的散大 那就说明这个人可能要冰冰死亡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说到了 如果出现了脑扇 这是一个危及生命的情况 这里面有两种 一种呢叫做小脑木切记扇 另外一个叫做整骨大孔扇 这两个其实从图上很好理解 我们先来看一下文字的部分 先说小脑木切记扇 它是一个中脑受压的表现 请大家把这个词记住 那由于动眼神经受到了压迫 那幻侧的瞳孔会先缩小后扩大 那先缩小后扩大带来对光反射 也会延迟消失 同时这一侧的眼睛会有下垂的现象 大脑是一个交叉控制 所以呈现的是对侧肢体的中枢性的瘫痪 同时由于这个脑干是受压迫了 还可以出现中枢性的一个呼吸衰竭 出现一个呼吸的节律不整 这是小脑木切记扇 它代表了中脑的改变 它是换侧的眼睛 对侧的肢体 整骨大孔扇就更为夸张 那我们都知道大脑的一个出口 我们就在位置在很低的位置了 整骨 那整骨大孔扇如果这个脑内容物 挤到了脊椎里面 那昏迷是一下子就会加重了 那这个时候瞳孔就像死亡的人一样 瞳孔会散掉 光反射是消失的 那眼球是固定的 那这样的病人很快就会因为中枢性的呼吸衰竭 而出现呼吸骤停 它很快就会死亡 所以我们大概看一眼 这里面呢 是一个大脑的一个结构图 这是大脑帘 这是一个小脑木 所以我们说这个小脑木的切记扇 就是往下走 小脑木的切记扇 那再往下压呢 所以你看这个是小脑木 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小脑木 所以脑内容 你看它往下挤 就往下挤了 那如果说再往下压 压到这个位置了 那这个就是整骨大孔扇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请大家记住的是 小脑木的切记扇 影响的是中脑的改变 它会出现的是 贯侧的眼 对侧的肢体 而整骨大孔扇 它直接就一下子 你压迫的是生命中枢啊 所以这个人的眼球散大 眼球固定 对光反射消失 直接就 可屁死亡了 所以这里面是它的临床表现 诊断标准 这个诊断标准当中 是不需要背的 但是我们大概看一看就行 它呢 具备了一项主要标准 和两项次要 或者是两个主要的 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主要的临床标准是什么 主要的临床标准是我们刚才讲到非常核心的 细门变化 瞳孔变化 眼睛变化 中枢的这种呼吸的节律变化和血压情况 前细门 紧张蓬龙 瞳孔 散大了 或者光反应消失了 或者是瞳孔不等大了 这都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颅高压的一个关键提示词 大家可能不太熟的是 视神经的乳头水肘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 互衰 而且是中枢性的互衰 还有没有任何原因的高血压现象 这是我们的主要参考指标 所以你看到 它很多都是查体部分 它非常的客观 那次要标准呢 次要标准里面 像昏睡昏迷 这是一个孩子的一个形态的变化 惊觉现象和四肢的激张力高 呕吐 头痛 你会发现它跟主要标准来比呢 它就温和很多 头痛呕吐 或者给了甘露醇之后 血压能够出现一个明显的下降 说明它对于降颅压的甘露醇 效果良好 翻过头来证明 它确实是有颅高压 当然其他的诊断手段就还有像CT呀 核磁呀 片子呀等等 所以大概大家了解了 这是颅内高压的综合征 从病因的治疗来看 我们要分析 是外伤引起来的 还是像中毒引起来的 还是 那我们就要跟对这个中病因 来给予一些相关治疗 那么降颅压的药物 大家比较了解了 就是20%的甘露醇 这里面也有一些时候 需要用塑尿来进行一个 就是肤三米 卷身一个全身的利尿现象 还有呢 就可以通过像 一致激素 脑脊液的引流方法 和过度通气法 注意脑脊液的引流 要警惕善计的发生 第五节是感染性休克 感染性休克呢 过去又叫浓度性休克 现在其实基本上 大家都愿意叫感染性休克了 那它是一种 由于严正反应 引起来的休克现象 它最终的结局呢 会导致细胞代谢紊乱 脏气的功能障碍 出现这种循环衰竭综合症 在儿童当中 主要的病因 是跟感染相关的 那这些感染因素 比如说像流脑 流性性的脑脊随膜炎 还有中毒性的肋脊 它是治荷菌属引起来的 还有泛泛的来讲的 败血症 腹腔感染 一线炎 肠肛阻 大一线肺炎等等 它的发病机制 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 核心点就是 炎症反应失控 炎症反应失控 当然我们说在身体当中 微循环在障碍当中 有不同时期的表现 在休克的早期 我们各种的微循环是缺血的 你的动静脉是收缩的 它主要是为了优先供应 我们的重要脏气的血供 你的大脑呀 肝脏呀 心脏呀 保证这些器官的血是冲突供应 但这个时候呢 微小血管是一个收缩状态 那在休克时期 随着炎症因子的释放 那很多的物质就涌向了 微动静脉 但这个时候 它们还是处于一个收缩状态 所以液体止进 不出 那这个时候 循环血量其实就下降了 而在这个时候 血压也会随着下降 血压也会随着下降 那在休克的晚期 虽然有动静脉的开放 但是开始出现了微血栓的现象 所以大概的一个流程过程 就是微循环的一个缺血 淤血 还有形成了微血栓 从休克的表现上来说 这个确实还挺重要的 不过呢 它其实跟我们前面 曾经讲到过的 低血容量性的休克 差的并不多 差的并不多 它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但是感染性休克 也有一些自己独特的表现 比如说我们讲到 低血容量性的休克 咱们举个例子 因为拉肚子 因为脱水 它也可以出现 四肢冷 发干的现象 有大理石样的花纹 这些其实差不多 所以你看到皮肤的颜色 都是一个苍白发花的 而四肢会一个 四肢比较凉 然后还会有毛细血管 充盈的时间比较长 毛细血管充盈时间长 那另外呢 心力会反应性的加快 尤其这是在休克时期了 休克时期 全身的有效血容量 是下降的 所以心率被迫增快 但是脉搏是很微弱的 也就是这个血 其实都往微小的 动静脉当中 已经开始涌入了 整个有效的弹性很差 所以你能够摸到的脉搏 也是比较弱的 那随着休克的进展 血压就维持不住了 在感染期休克的早期 血压下降不明显 这是由于微循环的 一个收缩现象 它主要供应心脑血管 但是到后期 到时代常时期 血压就会明显下降 甚至血压最后测不到 呼吸的现象 早期也是没有什么 呼吸的改变 而慢慢的 由于酸中毒的出现 这些酸性产物 没法排出体外 而出现了一个 深大的呼吸 出现了代谢性 酸中毒式的呼吸 这呼吸很深大 而尿量 自从开始有血管收缩开始 尿量会下降 甚至是无尿 意识的改变 我们想想严重的休克病人 都是昏睡昏迷的 所以意识一定是 早期是淡漠的 晚期是障碍 还有一些原发病的表现 比如说是由于流脑引起来的 身上有可能会出现 一点一斑的现象 血气乳酸都是必须要查的 酸性代谢产物上升 所以乳酸会出现增多的现象 而血气当中 也会呈现一个代谢性的酸中毒 所以它的pH值会下降 那么在这里面呢 要跟大家大概说一下 再重复一下 正常的一个血气分析 pH值是7.35到7.45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养分压一般来说 是要在80以上 而二氧化碳分压 大多数都是在35到45 所以假如说这是一个哮喘的病人 你应该能够看到 如果在哮喘发作的时候 二氧化碳的分压是明显上升的 因为这个气体止进不出 或者说出得很慢 所以二氧化碳分压会立刻上升 那如果是一个脱水引起来的酸中毒 那它主要的表现呢 pH值是下降的 那我们还要看一个 bE的数值 bE的数值会有一些争议 有的人会说负4到正2 也有的会说正负3 其实都没关系 差不多 考试时候要考 一定会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一个改变 比如说告诉你 bE是一个 比如说夫妻 那就它是一个严重的酸中毒 我们前两天看到一个 一个溺水的病人 一个溺水的病人 他是一个在家庭当中 浴缸里面已经溺水的病人 他其实抢救来的时候 他从家里面又转移到 打了120转移到医院来的时候 其实这个孩子已经没了 就是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但是呢 你来到医院 我们肯定还是要交代一下的 对吧 你不能说我看着说 好没有生命体征了 我就任何检查都不做 这样也不行 他来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做了一个血气 所以在血气当中 我们一看TH值是6.5 你看这个 其实你就知道了 这种就是死亡血气 就没有肯定没有任何机会了 那你二氧化氮分压又非常的高 然后B1值呢 富得非常厉害 那就说明这个孩子 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 一个酸中毒的现象了 那已经救不回来了 那我们在这里再说回来 在抢救感染性修客的时候 一方面 我们需要增加它的容量供应 但是 对于这类的病人 不能够像低血容量的修客一样 给的那么的多 注意 它不能够给的特别特别的猛 特别快 当然我们扩容 一般还是会用 0.9%的氯化钠 第一个剂量 会在10到20分钟之内 慢慢推入 如果有条件允许的话 最好还是要监测一下 中心静脉压 那么在纠正脱水的时候 我们继续输液 就会带一些张力了 一般会给二分之一张 到三分之二张的液体 6到8个小时的输液速度 大概是5到10 然后期呢 我们会用三分之一张的液体 那我们要根据血气的变化 来决定 是不是要给予碳酸氢纳 这个主要的目的 还是要纠正酸中毒 对于特别严重的酸中毒 还是要比较积极的纠正 那我们希望PH值 尽快能够达到7.25 就虽然它没有达到目标值 7.35到7.45 但是没关系 我们在扩容 我们在有效通气之后 它的肺和肾脏 其实还有一个代偿的过程 所以我们希望最终的目的呢 能够让PH值先上到7.25 那现在呢 一般的主张就是要小剂量 中疗程的使用激素 这个中疗程指的是3到7天 中疗程 像短疗程的激素 一般都是指的是3天的一个激素使用 咱们可能之前在讲过一些特殊疾病的时候 说到过用激素来冲击 那激素冲击的时候 比如说像一些血病 在发病比较严重的时候 是可以采用冲击治疗的 那个时候呢 激素使用的量很大 时间比较短 大概已经在3天之内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感染性修课的时候 采用的是中疗程 也就是3到7天的过程 另外在治疗的时候 抗生素是一定要用的 我们会选择强有力的 一种联合用药的抗生素 早期足量 而且是静脉应用 我记得我之前遇到的一个什么样的感染性修课病人 他是一个福利院来的孩子 因为我们医院有时候会抢救一些福利院的孩子 那福利院呢 这个孩子来的时候 应该是有胃肠道的感染现象 当时我们发现这个孩子肚子巨骨无比 特别特别的骨 特别骨 然后呢血压测不出来 皮肤是花的 意识是有 但是非常的淡漠 原发疾病呢 有应该是 他是胃肠手术的一个病人 然后还有一些心脏疾患 大概我有点确切我记不清了 但是我始终记得 我当时在急诊室 当时我们的一个抢救流程 在抢救当中呢 我们做了哪些事情 他肚子巨大无比 然后当时我们抢救过来的时候 直接拿了个针头 啪一扎 往外刺放了 好多好多的气 然后就开始有粪液出来了 说明什么 这个孩子有肠穿孔 有气腐 所以在急诊室的时候 当时我们是开了两路 马上就把血去取了 血肠龟 然后血糖 这些我们都取了 那另外一路呢 要先输液 输完液之后 马上万古和美瓶就上去了 要选择的是强有力的抗生素 然后他在转到病房的时候 我们要继续给予的 是一些血管活性药物 我记得当时我们给的是像多巴胺 然后还加了米利农 然后后面呢 还给的是一些其他治疗 这样的病人 也就是说他的输液很重要 抗生素也很重要 还有一些血管活性药物 我们上面说到的 就是感染性的休克 感染性休克 我们来看到题 这样的病人呢 他是以高热 吸变 病成两天 那这个孩子的体重 已经下降一公斤了 那这类的病人呢 一般是存在了 中度以上的脱水情况 中度以上 因为两岁的孩子 其实从体重上来说 大概是在12公斤左右 那现在体重就已经下降了一公斤了 那体重的下降范围已经不少了 那这个孩子 现在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 他以高热和腐泻而来 那他的体重又迅速的下降 在急诊室当中 你需要迅速知道的 就是一个血气状态 也就是有没有酸中毒 他的电解质是如何的 有没有低甲血症 这些都是你非常关心的部分 所以要先查 在电解质当中 你会发现血甲是8毫米升 造成血甲8毫米升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任何的原因 让血甲过多了 它是由于在外周血当中 出现了一个浓缩现象 出现血液浓缩 展现出来的血甲升高 那么但是血甲太高了 容易造成心脏骤停 因此在8的时候 你只能选择唯一的一个方式 就是偷吸了 这道题应该是4D选项 还是正取答 就是别的根本不在任何的考虑范围 第六节 是急性的肝功能衰竭 它是指短时间之内 在大量的肝细胞的受损 和一些坏死 当然这样的病人也是 病情非常危重的 主要原因跟感染 中毒 还有像一些医生代谢病 药物性的肝坏死 这些都是主要的原因 临床表现当中 它当然是一个综合的判断 首先肝功能的受损 肝功能的急性 急性恶化 它会表现为狂胆的迅速加重 同时会有消化道的症状 比如说恶心 呕吐 消化不良 那还有出血倾向 这是因为肝脏当中和病 合成了很多的酶 那如果肝脏受损之后 这样的病人 出血倾向会更重 包括像皮肤出血啊 消化道出血啊 都有 那么肝脏会有一个迅速的缩小 注意尤其是右侧的肝脏 我把这边给写出来了 右侧 那肝脏还有一个是解毒的功能 那很多的神 很多的神经地质 是在肝脏当中进行一个灭活 所以如果它无法起到这个作用 它会出现抽搐的现象 会出现性情的改变 而出现扑一样的震颤 这都是神经系统的一些表现 还有脑水肿 当然我们还要结合实验室的检查 在实验室的检查当中 肝脏的功能 我们在这里画一下 肝脏的功能 是让进来的非结合胆红素 加工最后变成结合胆红素 如果肝脏的功能受损之后 它会表现为 直接胆红素的升高 在肝脏当中 需要有很多的霉 在肝细胞坏死之后 这个霉会释放入血 所以转胺酮也会升高 但是随着病情的加重 黄胆加重了 但这个时候转胺酮反而下降了 这个叫做霉胆分离的现象 肝脏会辅助合成白蛋白 那么如果肝脏功能不行 那白蛋白的数量是下降的 而且如果有甲胎蛋白的阳性 证明肝细胞存在了一定的再生现象 另外肝脏当中是跟凝血密切相关的 如果肝脏受损 凝血时间会延长 尤其是凝血没缘的时间会延长 发因子不变 还有就是一些关于病毒的改变 从治疗角度来讲 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 治疗原发病呀 给予一些营养支持治疗 然后我们要给予一些质链的氨基酸 质链的氨基酸 并且使用一些促进肝细胞再生的药物 要防止出血 给予维生素的支持 然后要进行这种防止血胺的过高 因为会出现神经系统的改变 并且调节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状态 这个大概呢 简单了解一下就行 第七节是弥散性的血管内凝血 也就是DSA DSA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中末表现了 它是各种原因最终引起来的 微循环当中有很多血栓 那么它微循环当中 有数不清的血栓出现 它消耗了大量的血小板 它也消耗了很多的凝血因子 那消耗了凝血因子和血小板之后呢 带来的现象又是出血 所以在这个人体当中就会表现为很尴尬 一方面呢 是脏气的一个发生功能障碍 出血现象严重 另外一方面呢 在各种的微循环当中 我们数不清的微循环当中又都是血栓 因此在这样的病人当中 它出现的是出血和微循环的血栓现象 临床表现里面 有围绕着四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休克 还有一个是出血 还有溶血和栓腮现象 当然这样的出血 大多数是集中在皮肤和黏膜上 但是也会有一些脏气出血 尤其是以炉内出血最为严重 如果这个人出现了炉内出血 那么他很容易迅速的走向死亡 所以我们有一些诊断的标准 这个诊断的标准 还是需要大家掌握和看一看的 这个相对来说 考试的几率会略微高一些 我们都知道DIC呢 其实一方面是有血栓了 另外一方面呢 它消耗了很多的血小板 所以你会发现血小板会小于100 或者是呈现一个下降趋势 另外 它启动了咸溶抗浸的一个过程 血浆的纤维代白源含量会下降 或者叫浸性性的下降 也是强调下降 3P实验阳性 或者是血的 FPD增高 凝血的时间又变长了 凝血霉源的时间 比正常的对照会延长 也就是PT延长 活化的部分凝血活霉时间 缩短 APTT会缩短 先入霉源下降 形成了很多血栓 这个时候二具体会增加 就是D-dimer 我们叫D二具体的水平 会明显的增高 而且增高的是在4倍以上 抗凝血霉的活性 下降 血图片当中 红细胞有破碎现象 红细胞有异形出现 异形的红细胞会增多 所以这是一个在DSA当时中 一个比较主要的变化 在大家考试当中呢 哪一个比较容易记住呢 我建议大家先把 容易下降的给记住 血腰板下降 凝血霉源下降 APTT下降 显容霉源下降 抗凝血霉下降 然后呢 正常的红细胞下降 这是一些 我们常见的下降的趋势 所以或者是你记住 一些上升的也可以 上升的呢 就是我们说的 像D-dimer肯定要上升 因为它反映的是血栓 或者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红细胞 这叫破碎的红细胞 或者是异形的红细胞 凝血霉源的时间延长了 然后 3P实验阳性了 和血的FPD是上升的 这是几个上升的指标 所以不管你记哪一个 这张表格呢 希望大家有个印象 治疗里面 核心点嘛 像治疗员发病呀 早期可以使用甘素的治疗啊 然后可以使用抗纤维蛋白的溶卷药 并且在同时给予一些银血因子 和血药板的补充 还有要抗血药板的聚集 使用一些溶栓药物 溶激素等等 在DIC当中 哪一个疾病是最为常见的 这个其实我们没有讲过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在儿童里面嘛 无非就是感染最常见 所以碰到这样的题目 大家也不能慌 各种原因我们说如果严重疾病了 都可以走向DIC 但是在孩子里面 你说蛇咬伤的几率很高吗 恶性肿瘤的几率很高吗 都不太高 只有感染性疾病的 这种几率是比较高的 是容易走向DIC的 那DIC引起来的贫血 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呢 DIC其实会引起的 我们叫溶血性的一个贫血 它不是由于血液平白无故的走掉了 它其实是由于有出血 同时呢 又有微血栓的形成 那红细胞呢 会出现一个破裂现象 出现了很多异性红细胞 所以它出现了叫做溶血性的贫血 在DIC的过程当中 各种凝血因子都少了 其中减少最为突出的 这我们刚才其实背过 就是显微蛋白源的一个下降 这里面特别容易误选的是凝血酶源 在这里面要强调的是 凝血酶源的时间 是上升的 在这里面把A和B一定要做个鉴别 在酸中毒之后 血浆当中有一些物质是会降低 并且会引起惊觉现象 这是什么 你其实前面不熟 可能根据这句话也能够选出来 就是我们说到的低钙现象 因为血浆当中呢 其实也是有一些钙的物质 第八节 是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也就是同时或者激发了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器官 或者是系统功能障碍甚至衰竭 那在发病过程当中 表现了一个非常失控的 全程炎症反应 高动力循环状态和持续高代谢 这样的一个全程反应综合征 所以今年包括像新冠肺炎 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中青年 或者是壮年的人死亡 那我们说这个新冠 其实它影响老年人 这个我们很好理解 它以前有很多的原发病嘛 有很多基础情况 身体状态不好 容易遭受病毒打击 但是为什么会死的是这些 中青年的人士呢 包括美国是一样的 就美国专门有一个表 会列出来医务人员的死亡 你会发现很多都是三四十岁啊 或者就正好是精明强将的时候 那我们会认为 它也是跟一个失控的全程反应相关的 也会认为这是一种多器官功能障碍 我们甚至叫它免疫风暴了 它是一个多器官功能障碍 它不一定是哪两个 有可能是肝脏和肾脏一起受损 也有可能呢 是我们说的这个心血管和呼吸同时受损 所以它有可能是这种接连发生的 或者是在同时发生的 从治疗的角度来讲 大家简单看看书就行了 我觉得这个过程考的几率不太高 一个是给予监护 对症治疗 抗感染 理论上来说啊 激素 但是要短疗程 给予一些脏器功能的支持 盖上呼吸机呀 盖用静脉营养啊 这些都要用 还有一些抗炎症介质的治疗 用一些免疫调节药物 改善微循环等等 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其 书上面列到的一些内容 简单看看就好 第九节是溺水 第九节是溺水 我就说就在这两天 我们刚看了一个溺水的病人 家庭当中孩子是一岁十个 一岁十个月 那一岁十个月 日本家庭 然后呢 他 我们最开始以为 他在温泉里面溺水的 后来我们又跟120在核实 好像说是在家庭当中出现的 那就是家庭当中的浴缸 就是家庭当中的浴缸 爸爸一个人在家 发现了溺水之后呢 爸爸把孩子捞出来之后 又自己也不会抢救 然后就找了楼里面的救生员 就是我们做的 他的公寓里面的一些救生员 其实抢救的一部分 然后就让120送过来 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任何的生命体征了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惨的一个教训 所以当然我们说溺水的这个现象呢 就是指水淹没了整个的面部和上呼气道 然后引起了窒息 导致了生命出于一个危险的状态 那溺水能够带来的损伤是什么 当然溺水直接带来的就是窒息啊 低阳血症和意识丧失 这个我们都懂 那其实在中国溺水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死亡原因 在溺水之后 那溺水之后 其实带来的急性的肺损伤和肺炎都很好理解 就是你进来肺脏应该是没有这些水 没有这些水的 所以如果进来了之后呢 它会引起一个局部的炎症表现 当然它又跟你淹的是什么样的水不一样 如果你淹的是我们说的海水 海水因为炎度很高 所以它会呈现一个血液浓缩的现象 而如果你淹的是河水这样的淡水 它会呈现一个溺血的表现 并且呢 假如说你是在湖泊里面 水塘里面出现了一个溺水 你救上来的时候 其实还会有一个低体温的现象 那由于短暂的过程 会有大量的水液同时进入到消化道 会造成一个急性的胃扩张 并且由于缺氧现象 会出现脑损伤和心脑血管的受损 我们再看看溺水的合并症 由于缺氧会带来的脑损伤 那么肺的损伤呢 会和ARDS紧密联系在一起 同时心理衰竭 定制的紊乱和呼吸道的感染 这是溺水的一些常见的合并症 从治疗的角度 这个会考 这个会考 但是这个考的难度不太大 就核心点就是就地抢救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原则 就是现场的一个急救 就是我们立刻把它拖上岸之后 你要让这个溺水的人 口鼻一直是露出水面的 不能说淹一下起来一下 淹一下起来一下 对吧 你要一直把它头拖出水面 然后把它救过来 然后上岸之后 马上进行一个呼吸循环的评估 然后就开始做心脉按压了 就是也就是进行心肺复苏 主要的考点在这里 不要倒水 不要去往下倒水 你是倒不出来的 而不仅倒不出来 还能够增加一些颈椎的受损和物吸的机会 而且你把真正的要做的心肺复苏就延长了 所以一定是捞出来之后 马上就做心肺复苏 然后从医院的角度来讲 尽快进行的是脑复苏 那你要急查的是像血气 电解质 然后去纠正这些稳乱 并且监测血氧保护度 包括在医院当中 你要给予一些跟体温相关的救治 我们刚才说了 刚从水里面捞上来的 它容易出现低体温 中间的体温市值能够小于35度 那你要进行一个负温的处理 要监测心脏的功能 监测血氧保护度 并且对于肺部感染 要给予抗生素的治疗 第十节是微重症病人的一个低纳血症 好点一是血纳的数值 血纳数值在130到150之间是正常 所以130以下我们叫做低纳血症 但是低纳血症在早期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最为常见的原因呢 比如说像恶心呕吐啊 其实这个消化道的症状 就可以慢慢呈现一个低纳血症 所以它主要的表现会跟一些原发病混杂在一起 比如说恶心啊 乏力啊 食欲减退啊 但是更严重的病人 这个时候血纳的数值已经很低了 那它就有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症状了 也就是血纳的数值越低 那神经系统的症状也就越明显 那么在低纳血症的时候 由于在血液当中 纳离子的含量是下降的 相对来说 我们只是相对而言啊 相对而言 你细胞内的纳离子水平是增高的 那细胞嘛 总是试图平衡 怎么才能平衡呢 纳离子本身不往外走 而是水分往里走 也就是水分进来 你可以理解为水分 把这个细胞里的纳离子给它稀释掉 这样就才能平衡嘛 对不对 那水分一进来 那你说细胞怎么了 细胞就肿了 那我们就说脑水肿就能解释了 并且由于肌肉组织出现了低纳血症 那肌肉当中的纳离子也是含量下降的 激张力是下降的 溅粉是消吃的 而且浮胀 心音都是低顿的 从病因上来区分到 有低血容量性的低纳 这咱们说到了 在脱水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 还有就是正常血容量性的低纳 和高血容量性的低纳 低血容量的低纳 常见的原因嘛 就像腐泻呀 呕吐啊 在胃肠减压的时候 你让这个液体出去了 但是你没有给它去补充 没有给它补充 或者你补的液体不恰当 你没有补充足够多的纳离子 那这个时候 这样的病人就会出现低纳血症 或者呢 是你用了逆尿剂 咱们说的像富塞米 对吧 就是宿尿 它的血纳血钾的数值都容易下降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无法及时补充 也很容易出现这个现象 当然还有像 皮脂功能不全 第三间隙丢失等等 正常的血容量性的低纳血症 最常见的原因叫做 抗力量激素分泌 异常综合症 高血容量性的低纳 主要是 急慢性的肾衰 或者是在溺水 或者先天聚节肠的时候 你用了大量的一个水灌肠 它呈现了一个水中毒的现象 或者是肝硬化当中的全身水中性疾病 所以在这里面 考题呢 有可能会出 但是几率不太高 而属于很小众的一个考题范围 考题的点 一般出现 如果考会以这样的形式 就下面哪一个 比如说 不属于低血容量性的低纳 那你要警惕 像抗力量激素 异常分泌综合症 它就不是一个低血容量性的 它是一个正常血容量的 所以一般来说 你看看 它其实最常考的呢 就是把这个低血容量里面 偷偷的给你换一个 所以对这个部分 要有个印象 从治疗来讲 其实我们都是要提高血纳的水平 但是要注意 就是对于轻症的患者 血纳的数值呢 在120到130的时候 我们要比较缓慢的纠正低纳 在24到48小时 慢慢提高 对于重症的病人 血纳数值可能只有 一百零几 我见过有102啊 或者甚至是像110左右 那这样的病人呢 你就要迅速的先用高张的盐水 把血纳升上来 升到125左右 血纳基本上在这个时候 症状就会明显缓解 然后在剩下的四个小时 慢慢的监测 慢慢的补 第十一节 是危重病儿的高纳血症 咱们刚才说了 血纳的正常数值是130到150 所以超过了150以上 我们就叫它高纳血症 有可能是纳炎摄入过多 也有可能是由于湿水的现象 就是水分收入不够 还有呢 就是水纳确实同时丢失了 但这个时候湿水比湿纳还要多 也就是我们叫的高张性的脱水 从临床症状上来讲 高纳血症的病人 一个确实有一些脱水现象 他会口渴 他的尿量减少 但是呢 主要强调这个疾病的 是一个精神症状 也就是他的抽搐啊 烦躁恶心啊 然后嗜睡 这种嗜睡和烦躁的现象交替发生 激张力这个时候 也是明显增高的 见反射抗进 那如果纳的摄入过快 还有可能会表现为 血压升高 心衰 肺水肿等等 纠正高纳血症 想纠正高纳血症的时候 我们会让血纳慢慢下降 所以一般让血纳正常下降的时间 不少于48小时 所以血纳的下降速度 绝对不可以太快 如果补充太快的低肾液体 会造成脑水肿现象 这个部分容易出题 但是这个题目出的不太难 它会告诉你 这个孩子是一个血纳数值 比如说现在是157 然后我直接就用了一个低肾液体 然后这个孩子症状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呢 出现了昏迷现象 我们怀疑的是脑水肿出现 题目基本的逻辑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 这是个9个月的孩子 他因为剧烈的一个腐蟹 淡花汤样的 茶体当中 烦躁不安 但是血纳数值你看很高啊 血纳数值是175 然后呢 医生很着急 直接就给了四分之一张的液体 而且还扩容 你在扩容的时候 这个孩子反而出现了昏迷和惊觉 你考虑什么原因 我们考虑的就是在纠正脱水的时候 纠正高纳血症的时候 速度太快了 速度太快 以至于出现了脑水肿 这是一道比较经典的练习题 那考试当中的逻辑 也基本上都是这样 速度太快了